Hello,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科学,热与温度 在这边,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点击订阅 支持老师所创建的语文和科学的频道 同学们赶快按subscribe、订阅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同学们就可以收到更多有关语文和科学影片的资讯了 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单元的科学知识吧 同学们,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四年级有看过热能这两个词哦 这一个词哦 那热能指的是什么呢? 热能在四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看呢,是一种能的形式 那当我们有热的时候呢 相反的也会有冷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热与温度 好,现在老师要邀请同学们举起你的双手 好,使劲地搓揉你的双手 好,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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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地搓揉你的双手 同学们,你感觉到了什么吗? 你的双手感觉到了什么? 感觉到温热,对不对? 所以你在搓揉双手的时候呢 会产生热能 好,那老师要再邀请同学们再一次搓揉你的双手 好,准备 好,准备 一、二、三 搓揉 一、二、三、四、五 这个时候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脸颊上 同学们,你的脸感觉到了什么呢? 有没有感觉到一股温温热热的这个能量在你的脸上呢? 所以刚刚原本呢,是我们的手上呢,有热能哦 这个热能呢,传送到了你的脸颊上 所以你的脸颊感觉到温热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总结哦 热,是可以把物质变热的一种能 热,是可以把物质变热的一种能 那同学们,刚刚的热能是从哪里输送到了哪里呢? 一开始,是你的手上有热能,对不对? 它传送到了你的脸颊 原本我们的手是较热的表面 所以热能呢,从较热的这个手呢 传到了较冷的脸颊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理解到了热能的基本原理 热能是从较热的表面传到较冷的表面 热能是从较热的表面传到较冷的表面 那同学们,我们平日里怎么测量这一个热能呢? 我们是透过什么来测量热能? 是的,我们透过温度 所以温度是什么呢? 温度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多少热能,对不对? 所以温度是物质冷热的程度 温度是物质冷热的程度 到底它是多冷,多热一个程度 好,那同学们,我们平时呢 是怎么测量这个我们的温度呢? 你在发烧的时候呢 家里没有温度计的时候 妈妈怎么帮你 妈妈怎么感知到你发烧了呢? 她把手放在了你的额头上面,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手也是测量温度的一种工具 但是我们的手或者是我们的皮肤 是非标准的测量温度的工具 不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温度是多少 那除了皮肤,我们的手 还有哪些工具是可以测量温度的呢? 是的,是温度计 那温度计呢 就是标准测量温度的工具了 它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所要测量的表面的温度 好,那我们在测量温度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温度上面呢 温度计上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符号 这一些符号呢,就是温度计的单位 那同学们,你从图片中 你看到了哪一些符号吗? 是的,第一个呢 是一个小圈,然后一个C 这一个呢,叫做摄氏度 所以摄氏度是一个小圈 然后一个C 好,另外一边呢 是的,一个小圈,一个F 它是滑氏度 滑氏度是一个小圈,然后一个F 它们两个呢,都是用来测量温度的单位 好,我们一般上呢,会使用摄氏度 也就是一个小圈,然后一个C 来测量温度 好,那同学们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呢 在实验室里的温度计的各个部位吧 好,所以温度计呢 我们手拿的部分呢 最末端它叫做捏手处 我们手要捏在那个地方,拿起温度计 捏手处 然后整个这个温度计呢 都是由玻璃管所组成的 好,然后最下面的这一个呢 我们要浸在我们要测量的液体 或者表面上的 这一个部分呢,叫做玻璃泡 玻璃泡 好,那玻璃泡里面 红红的这个呢,就是酒精 所以这个酒精呢 它是会往上升 当温度提高的时候 所以往上升的这一个部分呢 叫做酒精柱 酒精柱 然后呢,在温度计上面有 0,20,40,60,80,100 这些数字呢,就叫做刻度了 所以温度计的五个部位 捏手处 玻璃管 玻璃泡 酒精柱 还有刻度 好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实验室的温度计 它是酒精温度计 所以酒精温度计 在这个玻璃泡里面呢 是红色的液体 还有一种实验室的温度计 它是银色的 它叫做水银温度计 那同学们,你在使用水银温度计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留心哦 因为水银是重金属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打碎这个水银温度计 你要马上告诉老师 曾经就因为呢 在一所中学呢 这一个没有处理好这个 过碎的水银温度计呢 它毒气泄漏 导致到这个学校呢 要紧急疏散 同学们呢,甚至是呕吐 然后最后呢 要动员到消防人员 到学校呢 清除这个水银哦 所以水银是重金属 同学们在使用水银温度计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 好 还有这个呢 这个温度计 跟刚刚我们看到的实验温度计 实验室温度计 有什么不同呢 嗯,来同学们 仔细地看一看 我相信同学们发现了吧 这个温度计的刻度是从 35到42 它只能够测量 35、36、37、38、39、40、41 跟42度的温度计 所以这个温度计呢 主要要测量的是 我们人体的体温 所以它叫做体温计 好 所以体温计 它只可以测量35到42度 那同学们 你知道我们人体 正常的体温是多少吗 是的 一般我们人体 正常的体温是37度 嗯,如果你发高烧的话呢 38、39、40 那41的话 就是非常高的高烧 可能要留意到点低了 因为呢 温度太高的话 会烧坏你的脑汁 导致脑膜炎 好 好,同学们 这个温度计呢 它是什么温度计呢 它要放在你的耳朵里面 来测量温度的 好像一把腔 对不对 所以它叫做耳温腔 所以耳温腔 是要放在你的耳朵里面 来测量温度的 好 接着这个呢 这个温度计 需要放在你的嘴巴里面 所以它叫做 电子口腔温度计 好 同学们 你知道我们身体 有两个部位呢 是最接近我们身体 准确的人体体温的 你知道是哪两个部位吗 第一个部位是我们的腋下 所以如果你要测量 准确的体温的话 你要把温度计夹在你的腋下 那这个电子口腔温度计 是要放在另一个 更准确的这一个身体部位 它就是你的嘴巴的舌头 下面 所以你要测量你的身体的体温 要把温度计呢 放在你的舌头下方 好 那同学们 这个温度计呢 嗯 它只可以测量 负40度到50度的温度 它是室内温度计 一般测量我们周围的温度 那同学们 你知道我们的一般室温是多少度吗 是28度 我们一般的室温是28度 好 那同学们有看过这种温度计吗 知道它叫什么名称吗 它叫做碳温贴条 碳温贴条 所以把这一个碳温贴条 放在额头上面呢 就可以感知呢 你的体温是多少 所以如果你的体温是37度 就会像图片中显示的 在37度的格子呢 会亮起青色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怎么运用实验室的温度计 来测量液体的温度 好 首先呢 我们要拿出这个温度计 记得要拿着捏手处 然后呢 把温度计的玻璃泡呢 进入液体中 记得千万不要碰到 这个玻璃的底部 或者烧杯底 或者是烧杯的旁边的壁哦 然后呢 我们等到这个酒精柱呢 停止上升或者下降 我们才读取毒素 所以呢 正确的使用温度计的方法是 第一 手拿温度计的捏手处 二 将温度计进入液体中 切记玻璃泡呢 不可以碰到容器底 与容器壁 第三 在酒精柱或水银柱 停止上升或者下降后呢 才可以读取毒素 第四 在读取毒素时呢 温度计不可以呢 离开被测量的液体 所以呢 我们要蹲下来 一下来看 然后呢 在读取毒素的时候呢 我们蹲下来 我们的视线呢 要与这个温度计里的酒精柱 或者水银柱的月弯面呢 形成平行 那酒精柱的月弯面是往下的 往下凹的 所以同学们要平行 从打钩的地方呢 看向温度计 才可以看到准确的温度 那水银柱呢 比较特别一点 它的月弯面呢 是凸起来的 所以同学们 要从打钩的地方呢 往温度计看 才能够准确的看到温度 好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 总结今天学习到 有关热与温度的 科学知识吧 所以我们知道 热是可以把物质 变热的一种能 然后热呢 是从较热的表面 传到较冷的表面 然后呢 温度是物质的 冷热程度 温度的单位有 摄氏度 一个小圈 C 然后呢 滑氏度 一个小圈 F 好 然后呢 温度计的各个部位有 你手处 玻璃管 玻璃泡 酒精柱 或者水银柱 还有刻度 然后 正确的使用温度计的方法有 手拿捏手处 手拿温度计的捏手处 二 将温度计进入液体中 玻璃泡不可碰到容器底 与容器壁 三 在酒精柱 或水银柱 停止上升 或下降后 才可以 毒取毒素 读取毒素的时候呢 温度计不可离开被测量的液体 所以我们要蹲下来 然后我们的视线呢 要与温度计里的水银柱 或者酒精柱的月外面平行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要学习有关热与温度的科学知识 就到这里 希望这一支影片呢 有帮助到同学们更好的理解热与温度 好 我们的这一堂课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